第一次比赛将是一场一对一二五十分钟压制赛 首先为您介绍来自英国北爱尔兰 体重90公斤的冯龙康纳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 第二场比赛 这场比赛是一场一对一的单打赛 现在出场的选手是疯狗康纳 MKW的粉丝应该知道疯狗康纳是跟随着一席绿衣的地评说协会 在韩战大玩具2首次亮相 但是陪伴她的是可汗斯布拉西还有托米康百特 但据我们现在所知 康纳已经离开了地评说协会 她将证明她根本不需要组织 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强大的刷脚手 今天这场单打赛她可以随意好好发挥活动一下了 不过这个绿色的灯光确实让人有点熟悉 想起了曾经康纳在地评说协会的日子 这是她第一次作为一个人就是没有组织的情况下面对一场比赛 她的对手将是来自中国福建体重69公斤的未来势力 D.C.C. Chang D.C. Chang又来了 她在第一期节目里 与江世龙进行的那场 MKW世界冠军争夺赛中表现得非常好 虽然还是遗憾若败 但是大家都看得出来 她在MKW的比赛中 确实是一个技术高超的选手 而且在那场比赛过后 他似乎赢得了姜世龙的认可 今天他面对的对手和姜世龙可不一样 疯狗卡纳活生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不知道DC Chen会怎么来应付这条疯狗呢 比赛开始 我刚刚提过风狗卡纳和姜世龙不是一个属性的摔跤手 风狗卡纳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他现在想和DC Chen握手示意友好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动作在摔跤比赛中是一个小套路了 但是这是DC Chen他们的第一次比赛 第一次见面 所以还是放下了戒备 卡纳给他比卡纳一个偷袭的机会 卡纳说对不起 把DC Chen看起来也挺大的 卡纳还要再一次偷袭 卡纳真的实力出场就像一条疯狗一样冲击满满 不知道DC Chen能不能依附得住 看来看起来是那么的来去自如 拿这个动作是犯规的 看来咬住了D先生的头 还有裁判其实直至没有给D先生造成更大的伤害 D先生看起来好像有点发火 因为比赛一开始 看来就一直压制着D先生 D先生 啊 又是选择了三个线 这儿压制 2秒 看来真的是紧追不犯啊 紧咬着D先生 D先生下一次做出动作的时候 看来可能比他反应还要先换一步 我们的三次的袭击 将D先生给伤了呼吸 切入压制但是还是两秒堪拍 我蜜狗 疯狗康纳的比赛技巧非常的娴熟 但是D先生看起来虽然只是个新人 但他还是在不断的进步 找了一个漂亮的剪刀脚 现在还不动作 还是被康娜给抵在了脚柱上 接着一个Drop Kink DC Chen继续攻击 看来现在是完全处在了劣势 也不说完全 还是可以反击的 毕竟比赛还刚开始不久 漂亮了一个旋转式的DT 切入压制 还是两秒的时候弹开 DC Chen才是后期不犯了 这个话还是说得比较早 他他的体力值非常的够 直接给了DC Chen一个身体翻摔 举起了DC Chen 拿了一个过失的钓区翻摔 还是两秒的时候弹开 D.C.你能够抬起来 看来DC 看来还会对DC Chen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呢 他体重重摔 他体重重摔 这下还是两秒 DC Chen连续输了几个大招 有点担心DC Chen这个 康娜 又偷袭了DC Chen 再次摇住了DC Chen的头 虽然裁判过来支持 但是还是 还是有点晚了 康娜紧咬着DC Chen的头不放 风格康娜真的是 回旋踢踢过 DC Chen真的开始发火了 一个走机将其撂倒 第二发 切入压制了吧 我就知道这场比赛没有那么容易结束 来吧DC DC Chen的职业拴脚道路 才刚开始不久 但是他每一次的发行挑战 都是正在向冠军冲击 其实这个道理和打怪升级一样 DC Chen正在不断变强 只要他今天能赤住风格康娜 风格康娜来了一个风车切割 够了 将Decision拖在了脚柱边 难道是要进行 Decision飞扑吧 圆圆弯道 但是Decision躲过了还好 Decision开始反击 他能否制住这条疯狗呢 一个技巧性的压制 不会吧 Decision输给了一个技巧性的压制 但是我们看这个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Decision是一裁判指他的裤子 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原来是Cana压制Decision的时候 抓住了他的裤子 虽然他没有办法挣脱压制 但是这个 是在裁判的视线盲点之外 所以这也没办法 比赛已经判夺了 Decision看起来非常的懊恼 但是这 有下次比赛再说吧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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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ision